好 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这个TR命令 这TR命令是干嘛 用这个 它是chancelled 翻译或者转换 然后delete 它又是转换或者删除字母串的 我们首先讲一下它的转换字母串的功能 然后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测试文本 catch a person 首先有这种文本 然后我们试验一下它的转换功能 我们直接说TR 然后接首先我们是把这个文件里面的 所有的ABC这个字符 我给它换成大写的ABC 然后可以看一下结果 这个命令不能直接接文件 所以说必须使用这种符号 做一个重定项 然后可以看得到所有以前的小写字母 都变成大写字母了 A B A 大写字母要变 只要是ABC的小写字母都变成大写了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这个ABC 不是整个ABC这字符串 变成这个大写的ABC的字符 大写的字符串 而是小A变成大写的A 小B换成大写的B 小C换成大写的C 它是这样一一对应的 就像我们那个 正泽表达式里面的那个中国号一样的效果 就是单 它是单独的一个字符 而不是一个整体 大家还记得正泽表达式的中国号吗 这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A到大A B到大B C到大C 这种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换其他的 比如说 我可以直接换其他的XYZ一样 看到没有 这种这种提款效果就变成A到大X 然后是B到大Y 然后C是到大Z 它是这样一一对应的 这这种提款方式大家应该也要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需要大家记一下 这引号其实没什么问题 单引号双引号不用引号都可以 只要你觉得只要实验结果没有出现那种问题的话 你都不要管他 为什么不说 我你为什么要用单引号 他为什么用双引号 他还有那个人为什么不用引号 完全没有必要纠结这东西 他们其实你只要单引号是干嘛用的 双引号有什么作用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 双引号只是会把变量解析成为一些 它代表的一些变量值吗 它只是这一个功能 而单引号只是所见即所得吗 它就是这个简单功能 你只要你了解它是干嘛用的 你就能灵活运用 而不是死记说 这个命令我必须要用单引号 你用算以后就是最单个级 不能这样认为 你想这么用就怎么用 只要你的结果是正确的 像这个直接是我可以统一 这个文件的字母串 比如说 这个刚才我说的正值表 是就是这个A到D 它是代表26个小写字母 是吧 我可以把它替换成 A大A到大D 这是26个大写字母 是吧 然后看结果 就所有的都变成大写了 这是一个T网的功能 然后再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引号 在这个TI命令里面 你可以用不用引号 可以用单引号 可以用双引号 都没问题 像这种没有变量的问题 像这种没有 这个字母子里面没有变量 像这个字母里面没有变量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这是第一个功能 是替换字母串 然后我们这还可以 把这个数字也替换了 比如说零到九 然后看一下这样子就能够替换 也可以替换的 把字母串也把那四五串也替换 它就把一替换成大写的A 把二替换成 首先是把零 等会一下 零零替换成大写的A 一替换大写的B 然后R是C 看到没有 BAC BAB 这种替换功能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把它做一个 叫做加密的功能 叫做密码本 你如果只要有自己的字典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文件加密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大家知道加密是什么原理吗 就比如说 你要传给别人一个 一二三的字母串 这个一二三大家都能理解 然后这里有个ABC 这个大家很多人 正常的人理解不了的 我是这样打个比方而已 比如说那更具体的说是 比如说波尔知道谁吧 然后我把这个替换掉了 这里面有什么字母串呢 O L B D Y 12345 然后这 这是最后加密结果 如果把这个加密结果给你们 你们所有人都看到 但你们知道这123 124315代表什么字母 代表什么意思吗 你们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种加密 然后解密怎么解呢 这就是一个加密解密的过程 这是最简单的加密解密 这是很容易被破解的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这有这个加密 有这个总加密的功能 但是有非常更复杂的一些加密工具 还有的能是把它字典的字典作为一个密码词典 你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密码学 然后这是转换功能 它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想转换的工 你想转换的字母都可以转换 数字转换从字母 小写字母转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转小写字母 数字转成大写字母 数字转换小写字母都可以 你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好了 这是转换功能 然后我们在刚才有 刚才那个帮助是有一个转换功能 还有个删除功能 第二个功能删除 删除就需要到需要这个杠第一个参数了 delice删除 删除 应该不叫替换字母转 应该叫替换字符 它是单字符 然后删除怎么删 刚还是还是刚才这个文本 然后删的话 直接t2-d 然后我想把这个文件里面的所有的零删掉 就直接接个零就可以 然后接文件 不修改文件 你看我刚刚超过那么多 它文件都没变 所有零都去掉了 这是删除的功能 再大家试验一下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帮助有没有直接是把文件把结果写入到文件里面去 它这个命令没有直接写入到文件的功能 加上 端 这大家睡完了吗 然后刚才是我们实践是使用这个零 还可以 他可以接一些特殊注五串 比如说我们的换行符 他也可以删掉 看不然他就不换行了 他也可以接特殊字符的 刚才我出张题目不是有人是使用这个TIA命令换了吗 他是把那个换行符替换为等于号吗 这种效果吗 所以说他这个TIA命令是支持这些特殊符号的 上面反斜线M反斜线TType键都可以 那如果要删除那个两个 就是那个Oderfall 他不删除Oderfall 这整个字符上 他删除O 删除L 删除D 删除B 删除Y 他不能删除整个单词是吧 他不删除整个 他他就是一个单个字符 那如果有功能 这个命令没有功能 这个命令没有 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删除什么意思 这个C猜数干嘛用的 反正这个命令直接是这样 提换 这主要用于提换功能 像还可以用 如果你想删除整个指定的字符串的话 你只用SET一样替换就可以了吗 因为这个命令好多东西有一些重复功能 所以说大家选你自己常用的跑技的用 关于刚才几个案例带来什么问题吗 这是刚才删除的案例 好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这个大家 这个